那些被罗杰影响的小孩 后来都怎么样了 不知何年何月何地 罗杰捡到两个孩子香克斯和巴基 将他们留在船上当了实习生 香克斯从小就很受罗杰喜欢 也成了草帽的传承者 香克斯的性格也被罗杰深深影响 对同伴极为信赖 哪怕自己受侮辱 也不容许同伴被欺负 六年前 香克斯成为最年轻的四皇 实力不输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两年前 香克斯带队来到马林范多 从赤犬手中救下路飞 冥冥之中在守护着乔一波一回归 巴基活得比较纯粹 性格也与罗杰不一样 他喜欢财宝 当海贼的梦想就是寻找宝藏 为了自己的性命 也可以抛弃同伴开溜 巴基展示的实力不强 却能靠着运气当上七五海 有没有隐藏实力真的很难说 能毫发无伤离开顶上战争 巴基的确有点本事 猫腹蛇和犬蓝自幼跟着御田 上过白胡子的海贼船 也在罗杰船上待过一段时间 二十多年过去 一点不落下风 变身越师形态后 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在鬼岛战争中 选蓝已经将杰克打败 他二人贯彻玉田 将和之国开国的梦想 也算是受到了罗杰的影响 罗杰在罗格镇被处刑时 年幼的斯摩格也在场 看到罗杰面对死亡时的微笑 斯摩格被深深震慑 看到路飞面对死亡时 也露出了和罗杰一样的微笑后 斯摩格担心路飞会成为下一个罗杰 决心将路飞扼杀在摇篮中 对草帽团穷追不舍 顶上战争之后 斯摩格的战绩一落千丈 不是直接被秒 就是坚持一会再被秒 反正没打过胜仗 巴雷特被罗杰强大的实力影响一生 在十五岁之前 巴雷特没有遇到过对手 初次对战罗杰便被打败 加入罗杰海贼团 也只是为了挑战罗杰 并将他打败 得知罗杰得了绝症后 巴雷特开始怀疑罗杰的实力 并在最后一次挑战 罗杰失败后选择离开 巴雷特十五岁时 能与雷利打平手 后来觉醒了恶魔果实 战斗力不输任何一个四皇 可惜没打过主角光环 二进攻海底监狱 小时候的佩德洛 请求罗杰带他出海 罗杰用一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 时刻玩具 这句话却影响了佩德洛的一生 也让他丢了性命 为了让路飞 能逃离四皇大妈的地盘 佩德洛用生命 换来桑尼浩德重新启航 还有哪些强者 小时候被罗杰影响过呢 欢迎海米留言讨论